明述记第九章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 第二年正月 耶和华在西奈旷野吩咐摩西说 以色列人要在指定的时间守玉月节 就是本月十四日 黄昏的时候 你们要在指定的时间守这节 要照着这节的一切律例和一切点章而行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守玉月节 他们就在正月十四日 黄昏的时候在西奈旷野守了玉月节 耶和华怎样吩咐了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 有几个人因为处找死人而不洁净 以致他们不能在那一天守玉月节 当日他们来到摩西和亚伦面前 这些人对摩西说 我们虽然因为接触死人而不洁净 为什么我们被拒绝 不能在以色列人中 在指定的时间献耶和华的贡物呢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且等候 我要去听耶和华对你们有什么吩咐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们或你们的后代中 如果有人因为接触死人而成为不洁净 或因到远方旅行 他还要向耶和华守渔月节 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渔月节 同时要吃无酵饼和苦菜 一点也不留到早晨 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他们要照着渔月节的一切律例守节 但那捷径的又不在路上旅行的人 如果忽略守渔月节 那人就要从自己的名中被剪除 因为他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献上耶和华的贡物 那人必担当自己的罪 如果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 想要向耶和华守渔月节 他就必须照着逾越节的条例和典章而行 不论是外人或是本地人 只有一样的条例 在树立账目的那一天 有云彩遮盖着账目 就是法贵的账目 到了晚上 云彩在账目上形状像火 直到早晨 常常是这样 白天有云彩遮盖账目 夜间云彩形状像火 云彩什么时候从会幕上收去 以色列人就起行 云彩在什么地方停住 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盈 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安盈 云彩在账目上停留多久 他们就安盈多久 如果云彩多日停留在账目上 以色列人就遵守耶和华的吩咐 不起行 有时云彩停留在账目上 只有几天 他们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安盈 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有时云彩从晚上到早晨停住 到了早晨 云彩一收上去 他们就起行 有时云彩从白昼到晚上都停住 云彩一收上去 他们就起行 云彩停留在账目上 不论有多久 或两天 或一月 或一年 以色列人就安盈 不起行 云彩一收上去 他们就起行 他们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安盈 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他们遵守耶和华吩咐的 就是照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